在章程當中首先規定 要看學生懂不懂西文 如果不懂西文 官府只會選擇那些年方十四五 心地明白文理曉暢的 如果懂得文文文或者法文 則十五至二十五歲都在後程之年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照看過留學生的各國士臣都說 人過二十條舌頭就變硬 學不到外語 而且年長的人好議論時事 又喜歡欺負又小的比較難管 那為何不直接選擇那些通西文的青年呢 章程裏邊說 邊省福地風氣慢開 不是多容易選出通西文者 因此學西文還是從娃娃拿起比較好 不過他們也要求娃娃的中文一定要好 如果不是的話就會亡本 雖然會不會選擇 如果要發出這種派對方便是 那些派對方便會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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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說一遍 那些派對方便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